大家好,我是胖姐 今天呢,是我们农历的新年 首先呢,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当中呢,大家都能心想事成 有一个好的成绩 然后呢,每到新年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在外地工作 求学的朋友们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所以呢,我就想到了 我们可以制作一个这个返乡的一个 作为片头吧 一个非常有电影感的一个视频的开头 首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制作出来的效果 然后再给大家上教程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历 快速的滚动出来的一个效果 如果我们在某地打工一年了 然后回家,是非常有感慨的啊 拍摄一段这个火车路过的一个画面 挺好的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教程是怎么制作的 我们首先返回 打开剪映之后呢 我们点击开始创作 首先我们去素材库里边 搜一个 比如说是火车或者是地铁 通过的一个这个视频 如果我们有返乡的朋友们 自己就随手拍摄一段 就挺好的啊 都可以 然后我们把它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之后呢 我呢,首先让它稍微提一下素 因为它这个素材是经过加工过的 大家看,比较慢,对吧 我们首先选中这个素材之后呢 在下边找到变速的功能 选择常规变速 选择两倍的速度 我稍微的让它快速一点啊 然后呢,我们把素材弄好了之后 就添加这个文字功能 在下边寻找文字 点击新建文本 把我们想说的话呢 就是写下来 比如说我们写再见北京 然后呢,我们选择像 字写好了之后呢 我们选择下边的样式 给它改成我们自己喜欢的字体和颜色 这个呢,也就算我们一个标题啊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以再见北京为主题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几个字呢 选中这几个文字 我们写好的这几个文字 选中它之后左右对它进行延伸 让它贯穿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啊 一直有 因为一会儿我还要调整视频的速度 好,下面呢 主要的是啊 我们继续在下边找到这个 新建文本的功能 我们输入一下 2021年 2021年 然后打空格 最下边的这个说话 这个小话筒啊 如果你是别的输入法的话 它都有这个空格 大家看我们这样空打两下 空格一会儿我们马上写这个月啊 就是任何输入法都是有这个空格的啊 手写的也有 大家看,看见了吗 就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输入法 它都有的啊 好 然后我们呢 2021年几月 中间这呢 我们空下来 因为我们要填日期 好的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2021年几月呢 写好了之后 拿手给它往下滑动 滑动到下面啊 屏幕的中间来 然后把时长呢 给它拉长一点 我们让它显到五秒钟吧 之后呢 我们把它的 让它的字体跟上边字体不一样啊 我们选中它一下 继续选择一下样式 然后把这个字体呢 我们可以改成白色 然后字体我们也稍微的改一下啊 好的 下面呢 我们就写好了 我们下面就要往这个空格这儿 填几月了 第一开始 我们在下面继续新建文本 选择一个一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一的颜色 稍微改一下 改成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我选择了这个粉色啊 白字粉边 放到这个月的中间这儿 然后打对钩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屏幕上呢 视频的素材呢 滑大 滑到我们最大 就是我们能滑到左大 就滑到左大 往两侧这样滑动 大家看 这样往小的滑动呢 它就变小了 我们往两侧滑动 把它滑得更大了 更方便 我们来操作了 大家看这个一呢 上来之后 它默认的是三秒钟 我们往回反 就要把这个一呢 给它缩短一下 我们把这个一 就开始往回缩 缩短 让它因为要快速的变 大概到了 十以内啊 五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行 五中间 五和十中间 应该是7.5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选中这里 好 这个一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下边呢 找到动画的功能 找到动画 在这个入场动画这里呢 我们找一个滚入 好 时间长是拉到最满的 好 下面呢 一就做好了 同样的办法 我们在下边呢 把这个一复制一下 我们下面把这个一复制一下 然后拿手呢 滑到上面 让它到一的后面来 好 然后选择后边复制出来的这个一 选择样式 把它变成二 好的 打对勾 然后把二呢 复制一下 拽到二的后面来 让它变成三 这样我们就不用再一直设置这个动画了 我们只需要改一下这个数字就可以啊 好的 一直呢 我们就把它弄到十二 好 当我们把这个十二制作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十二的时长 要给它稍微的延长一下啊 因为我们要让十二停留在画面上 延长到多长呢 我们可以跟上边这个 一直要延长到一样的位置啊 2021年十二月 好的 下面呢 这个数字我们就制作好了 我们下面再给它添上 添加上一个音效和这个画面的效果 首先我们选择这个特效的功能 选择画面特效 选择画面特效 再往左侧滑动 找到 复古 复古这里呢 有一个1998号的大对钩 然后这个是 也稍微的把它的时长 给它拖拽到五秒钟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文字 大概都是五秒钟的时候啊 画面的特效也到了五秒钟的时候 还有返回 返回之后呢 选择音频的功能 选择一个音乐 选择一个音乐呢 我呢 添加了一首周华剑的朋友 我们可以搜一下朋友 朋友呢 用的是这个 因为我们所在的某一个城市 回去之后 肯定这个城市留下了 自己的一些朋友 对吧 我们当我们把音乐添加出来的时候 可以把 开头这儿 稍微的去一点点的针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音乐 就是上来就会有 比较高潮的部分 不会有一些停留 我们把音乐做到这个位置 还有就是我们 再返回到我们的画面 大家注意我们 前五秒钟是有文字的 到了第五秒的时候 就是我们文字结束的时候 当我们把这个 就是画面的特效 变成普通的这个 特效果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 把主轨道的视频 进行一下分割 然后把后面的速度呢 给它慢下来 分割好了之后 选中后面的视频 选择第二个变速功能 选择常规变速 直接给它拖拽到零点几 我们让它很快速的 这个火车来之后呢 一下子又慢下来了 好像一个人考战的感觉 还有一些心里边的 就是说 一切不舍在里面 这个呢 都是镜头语言 然后再呢 给它返回 添加音频 这里呢 再添加一个音效 音效这里呢 我们搜索一个 这里呢 我们搜索一个 投影仪的声音 投影仪 它会是那种老事儿 投影仪会有一个声音 选一个投影仪 放映的声音的音效 好的 选择使用它 它但是它呢 只有三秒钟啊 我们把这个音效呢 进行一下复制 复制了之后呢 我们把后面复制的这些呢 给它稍微的去一点 我们只要后边的啊 只要后边这个 连续的这个 响滚动 就是说投影滚动的声音 我们把后边复制出来的 这一段音效呢 大概在中间的位置 对它进行一下分割 然后把前半段删除 啊 我们把前半段删除 只要后半段 然后拿手把后半段呢 连到前头来 让它紧挨着 好 这样基本就制作好了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制作出来的效果 好的 当我们制作这种视频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 我们的Vlog的片头 或者片尾 都可以的 好的 今天我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的视频 之后 也许如此